大家好,我是韩伯 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 刮奏的演奏方式和方法 有别于平时弹琴 我们的手是放在琴键上的 在弹刮奏的时候呢 我们的手要立起来,并且要竖起来 好,那么这里有个关键就是 竖起来的这个角度是多高 如果手背太低的话 太贴近琴键的话 是有点刮不动的 音下不到底 那么如果手背立得太高的话 就会卡住 好,一般来讲呢 我们在弹比较重的刮奏的时候 我们需要这个角度不可以太平 手背不可以离琴键太近 稍微高一点点 好,然后呢 下去的这个力气要够重 那我们在弹比较轻的刮奏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角度就可以小一点了 手背可以离琴键近一点 这样子呢,手指尖就不会下得太靠底 弹出来声音也比较小 好,下面我们来讲一讲 刮奏奏的几种方式 好,我们从强到弱开始讲 弹强的刮奏呢 最常见的一种就是用 二、三、四 这三根手指头来弹 它们不仅可以往外弹 也可以往内弹 这三根手指头呢 不仅可以弹白键 也可以弹黑键 那么注意在弹黑键的刮奏 二、三、四 往内弹 往这个方向 和这个方向弹的时候呢 用的是手指的内侧 有肉垫的地方来弹 强的刮奏第二种演奏方式呢 就是用一根手指头 用二指 第三种演奏方式呢 是用一指 那么注意 用一指的这种演奏方向呢 就只能向内 而无法向外了 好,下面我们来讲一讲 弱的刮奏用什么样的指法来弹呢 那第一种就是用 五指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用一指和五指 最后呢 还有一种刮奏 就是把每个音都实在实地弹出来 是可以弹强的 也可以弹弱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Happy Practicing 哦,你说像一指和一指和五指 这种方式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